小九來連線 幸福在花線 下車就出發 雄鎮又來行銷台北觀光 7月13號開賣台灣好行北投竹子湖線 共7款小九公車系列套票 每款皆含北北極好玩卡 開卡當日無限次搭乘台北捷運及北北極公車 搭配北投夏日魔法節 輕鬆暢遊北投士林陽明山 持小九公車套票還可以想超過30家 台灣好行北投竹子湖線沿線合作店家專屬遊會 套票專家更下沙四五折 透過大家的努力才能夠讓我們的 對於遊客的便利性更加提高 我想台北是一個推動綠色旅遊的城市 希望大家都能夠透過坐公車 坐火車 或者是最後坐捷運 騎腳踏車步行的方式來實現綠色旅遊 能夠讓台北市目前正在積極推動的 永續發展部分的相關政策能夠徹底的成功 我想在這裡再次的感謝各位 我們這次推出的套票總共有七種款式 他有這個跟底用券或者是跟門票配合的 總共有七種樣態歡迎大家來選用 相信再加上新北投溫泉文化列車公車加入之後 讓我們的大眾運輸系統可以更普及更周全 那在這裡要拜託我們台北所有的商圈業者 對於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 希望我們用我們台北人的這個熱情 能夠讓他來了之後呢 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重遊 因為根據統計裡面 目前韓國旅客到台灣來 應該算是在韓國在台灣的旅客裡面排第三 但是在韓國出國的旅客裡面也是排前幾名 他們會來這邊一而再再而三的來 基本上對於台灣的人情味 以及台灣的這個安全 他是非常的信任的 所以我們期待讓好朋友們到台北來 都能夠賓至如歸的感覺 讓我們一起努力 讓我們的這個旅遊環境能夠更好 讓我們能夠提供來到台北的旅客 最佳的接待 讓他們像現在一樣 一而再三三二四四二五 一直不斷的來 我覺得北投不只是我們台北的驕傲 更是台灣的驕傲 北投好山好水 好吃好喝好玩 那今天是我們小九 北投跟竹子湖的這個連線的記者會 大家其實要很清楚 我們的新北投是我們溫泉旅館住宿 休憩發展的重鎮 所以我長期以來一直跟我們的 蔣萬安市長說 他正在大力的推動文化小旅行 我說北投需要的不只是小旅行 需要的是兩天一夜深度的旅遊 所以我們也很開心 我們在市府這個局處的支持之下 今天也促成了我們小三九的巡迴 跟大家報告 新北投車站是我們北投地區觀光客 第一名的地方 第二名在地勒谷 但是這個小三九它其實貫穿了 包括我們的流氓谷在內 總共有九個文石的景點 所以我們希望借用這一台小三九的路線 可以把那麼多的觀光客帶到更多北投觀光的地方 待會可以跟大家來預告一下 北投除了我們的溫泉除了竹子湖之外 未來我們的七湖的運動 游泳運動館的興建 會有一個專屬的藝文表演的場所 希望說讓我們新北投住宿的夜生活可以更豐富 可以有電幕劇 可以再會把北投在那邊來表演 未來我們的這個石牌的五分港溪 也是臨近北投非常適合觀光的景點 然後最近剛落成的關渡的這個貨櫃碼頭 也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我們希望在我們議會所有的議員的這個努力之下 可以讓我們北投發光發熱 讓全世界都知道 市府今年也推出新北投溫泉文化公車小三九 每週五六日行駛於新北投車站到柳皇谷 陪伴旅客細細品味新北投特有的溫泉文化歷史 並首發限量一千張珍藏版紀念票券 三十九元即可一日內無限搭乘 暢游周邊景點 那我們臺北市今年更增加了新北投溫泉文化公車 也就是我們的小三十九 相信小三十九加入之後 一定可以讓我們到享譽國際的北投 新北投的陽明山地區來 好朋友們可以更加便利的來玩遍每個地方 並且買我們當地的最好的伴手禮 那我最近剛從韓國回來 其實韓國的白天也很熱 但是奇怪它在沒有太陽的地方就涼涼的 但是台灣目前在沒有太陽的地方還是很熱 但是沒關係 這也就是代表說我們台灣人的熱情 那相信我們這次到韓國去 因為透過基北北投一起的這個行銷 讓這個北台灣的能見度更提高 那相信這個國外的FIT或GIT的旅客會增加 那也期待能夠增加我們商圈的這種能夠業績能夠更好 觀傳局也首次推出士林北投大連線套色即張活動 遊客於指定店家或旅客服務中心收集四冊印章 完成幾張即可執行北投車站現場抽獎換好禮 獎品包含溫泉會館雙人房住宿券 北投在地農業禮盒等多項大獎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 Supra Go Ooooh